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禅 主著先佛为六祖慧能禅师 六祖慧能禅师降 圣世无今日降者禅 第四章 自信如来 所谓一念觉 众生是佛 禅的传承是要能自我的醒觉 此醒觉是由参悟而来的 如此在生活上才能发现自己是生活的主人 自己所表现是独一无二的 值得珍惜 世人只有在生活的时空之中 不要为追逐物欲而把生活变成了手段 这样才能发现真正生活的妙境 不需要别人的赞誉 也不需要别人的掌声 宜然自得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其不同的花朵 无论是什么花都必须由自己才能绽放出芳香 禅师世人 只要能真心地用餐 粗食淡饭也是美味无穷 只要能真心地去听 去看 随处都可耳闻成声 目视成色 整个自然环境充满了愉悦之美 只要能用心地去体会 去观察 世事物物都可对之启发 开悟心智 人的一切彷徨与痛苦 一切的空虚与不安 都是因为违背了自信所致 所以亦被物欲所迷 亦被挫折所激怒 亦被色相所蒙蔽 故而一念有志 万法不通 无以热道悠然悠游真实也 禅的宗旨 在求得如来的自信 开启内在纯净的自我 孕育真实的精神生活 禅的本质 要能尽心发挥 如如实时的归正自信 自信如来是自己的宝藏 是一切具足的 无任何之欠缺 运用起来如如自在 不带外求的 本频道已经有古的善书影片 让大家知道三毒的可怕 此本善书禅更叫人落实修道之功夫 贪嗔吃三毒乃人轮回之根本 若去除就可脱离轮回 望大家可以求道 有天命之一贯天道 还有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或一赤拱横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脱离轮回 请同时也筑集弥勒净土 请联系异赤拱横堂师兄姐 感谢普贤菩萨 贪嗔吃世人之三毒 其毒眼伸出无数种毒迫害本性良心 望世人断毒向善 则回到佛国净土才有机会啊 天上是一家亲 菩萨不止在佛寺也会在圣堂 希望佛道不可相争 要互相帮助 虮元堂是一间非常好的圣堂 有许多善书可以住院 他们目前有建庙 点灯 元臣 健康 月老 福禄 请搜寻 顺元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弃天心 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 希望大家可财不失 护持庙堂之永续 多住印善书 光临虚元堂已受先佛普照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并且发生了 Luiza 那天或者参加了 Henrique